小朋友一一上台接受颁奖 艺文竞赛颁奖及成果展 包括小卡片 唐诗图文创作 四个漫画 书法比赛 读报写作 以及校园品德教育推动影片制作等 让得奖学生感恩获益良多 写的时候非常难 每次看到别人的作品的时候 我感觉他们写得好漂亮 我希望我下次可以更努力 感谢世纪会 感谢他们让我拥有这个 读报的机会 也感谢他们认可我这个写出来的文字 国际师子会3001土区 捐赠小乾坤与悠游自在两套品德动画教材 给高评两地国校 并推动国中读报教育 让师生育教娱乐在日常生活中 学习好品德 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 有些孩子的行为有一点偏差 所以国际师子会就在 这一块品德教育要 几一点去推广这个教育 孩子如果品德好的话 对社会 对家庭 对学校 都是一种社会的贡献 以后他们的生活品质 也会更加的增长 他们都很有水准 很用心在提出这个作品的创作 让我很惊讶小朋友 他们看了这个教材以后 他们观念都很正确 而且这些作品的内容都非常的丰富 我很感动 孩子能够透过阅读堂诗 或阅读报纸 报章等优良的品德的文章 能够内化在内心 让他们隐藏出更好的品德 许多学校老师及家长 都感受到师子会这项善举 使得孩子们的品德变得更好 国际师子会300意图区 品德教育委员会主席蔡仲凯表示 室友们会继续支持品德教育 也期待更多社福团体及学校 一起来共襄胜举 新唐亚太电视李娟荣 台湾屏东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